土耳战争现在还是感觉看不到尽头的 加上因为这个谷物不能出口关系 甚至在全球都可能引发一个粮食危机 而邻国匈牙利他居然说他要进入紧急状态 我看到的时候吓了一跳 我想说他没有打到匈牙利 到底发生什么事 而匈牙利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在之前的新闻我们知道说 其实这个领导人他是比较亲俄的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因为其实匈牙利他是很反对去制裁俄罗斯的 很多的西方国家都对匈牙利感到很不满意 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获得的是俄罗斯更多的天然气 所以的话他才会这样做 你要知道匈牙利他65%的石油 85%的天然气就是来自于俄罗斯 他对俄罗斯太依赖了 对没错 然后欧盟他就会打算说 那我全面都去制裁俄罗斯的时候 那包括的能源粮食 但是你说匈牙利他在能源上面 根本就离不开俄罗斯目前为止 那你一旦的话你去制裁他 那我就跟俄罗斯完全断开来的话 那这样的话他的国家基本上发展是会遭遭停滞的 所以他现在宣布紧急状态 他说有效期限是15天 就不知道会不会持续延续下去 那他也提到说当地遇到的问题 通膨是9.5% 其实各个国家都有遇到通膨的状况 而他也有提到说 第一季的赤字是大幅增加 简单来说 他国内的经济是有遇上一些问题的 对而且他就是为了要避免经济放缓 所以他才提出了他的战时紧急状态 要维持了15天 对啊 然后有了他其实老实说 他也有去帮忙遏制了 就是制裁一下俄罗斯 他其实基本上他禁止的是 当你海上运输的时候 他没有运输俄罗斯来的时候 但是那管线陆地的管线就可以 对然后他说好 那现在的话大家都在逼迫他 有行无行的他说他至少需要五年的时间 再加上数十亿欧元 他才能够去改善那一个油气的管 真的还是蛮久的 对还是蛮久的 那反对党其实他们认为说 他一直讲说紧急状态 感觉是一种策略 因为他们说啊 他们的法是规定说 如果邻国出现武装冲突战争 或是有人道主义在那的时候 他是可以宣布这个紧急状态的 但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宣布了 什么时候宣布过呢 包括之前欧洲有移民危机的时候 还有这个COVID-19大流行的时候 而且啊这个新冠的呢 才刚刚结束 他就立刻又说 这个乌俄战争 我们又要进入紧状态 所以难怪反对党会有一些杂音啦 对对对 他这样子的话 其实还蛮还蛮常用的 然后再加上欧盟啊 第六轮啊 对俄国实施的禁游令的制裁的时候啊 俄罗匈牙利呢 他就再一次一票吼绝 因为他就叫所有的成员国都要同意嘛 好那那这个提案就没有通过了 所以大家都会认为 匈牙利是一个绊脚石 对有可能 那另外要再来看的呢 同样哦 是刚刚向如姐提到的 俄罗斯下来就认为说 大家都要用我的能源嘛 所以呢 也有人认为说 他就在等 看西方国家哪一天受不了 不过 不过 索罗斯认为说 俄罗斯这样想可能不一定是对的 他提到说呢 普钦想要用这样的方法来威胁 但他说 他认为说不一定真的有效 更何况他认为说 普钦后面不管是缺不缺他都得力 这边提到说缺天然气的时候价格就上涨了 大家都知道说包括石油天然气都上涨 而他虽然说他可能出口受到影响 但价格上涨了 获利不一定是比较少的 对所以的话 他有可能是大赚的 然后还有一点是什么你知道吗 之前的时候普钦就像你刚刚说的 好他现在他把天然气存起来 他不给欧洲 然后价格在上涨的时候 他就赚了很多的钱 所以的话索罗斯他就想说 大家想说那这样不是 就是变成俄罗斯得力吗 但他说不不不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俄罗斯他的储存的天然气 到今年7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达到饱和了 那欧洲其实是他天然气出口的 最大的一个市场 好那如果他不向欧洲去供给天然气的话 那他就要关闭西伯利亚的天然气井 大约有一万两千口井 好那你关闭他们 第一关他们需要时间 未来的话呢 如果你要重启他们 会有一点难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设备太过老旧了 对 所以索罗斯这个金融剧热呢 他就认为说不一定啊 这个撑下去到底是俄罗斯会赢还是西方国家会赢 还很难说 还很难说 也许西方国家真的给他撑下去了 反而俄罗斯撑不下去 也是有可能的 毕竟他不能把这些天然气都存在那 对而且他如果说要把他转到了亚洲 也有点困难 因为呢你要转到亚洲这边来的话呢 基本上第一 他的天然气储存的方式 缺乏了灵活性 然后呢也缺乏了管道的基础设施 所以呢他没有办法把这么大量都转到了亚洲这边来 另外呢再来看的就是刚刚提到通膨了 我们都延续匈牙利你看 通膨呢欧洲央行打算要升息 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升息基本上大家都是这个 马首是瞻 马首是美国嘛 对 美国怎么升呢 他们三月的时候啊升息了一马 然后五月的时候升息两马 现在六月十六号的时候打算再升息两马 换言之上半年就升息五马了 而台湾呢在三月的时候有跟进升息一马 那欧洲现在怎么看呢 像是这个欧洲央行啊 就暗示说七月跟九月打算要各升息一马 换言之下升息两马了 那鹰派的代表呢 奥地利他认为说 我们为什么要分两次 我们七月就可以升两马了 就是一个合适的时候了 他认为说任何其他行动都会被视为软弱的回应 对 而且你要知道欧洲他这一次升息啊 其实基本上呢 是十年以来首次升息 也在欧元区这个地方 他主要呢还是要考量到通膨的压力 所以导致了他一次升息两马 他就觉得说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压低一点通膨的效果 对 不过欧盟有这么多国家 先来看像是这个拉托维亚呢 他就认为说升息两马他可以接受 不过荷兰呢认为说 他觉得升息一马是比较好的 那法国呢认为说不应该升息两马 所以基本上大家的看法还不太一致啦 到底会怎么做 大家都要关注一下 毕竟还有点时间嘛 还在七月 那倒是大家很关心的是德国啦 欧盟最大的经济体是德国咯 德国它的Q1经济还是成长的 他这边提到说Q1啊 既增0.2% 年增3.8% 成长是放缓 但不是没有成长 对不是没有成长喔 那你看喔 好他五月份的时候呢 他跌到了负的26.6点 然后六月份的时候呢 还是负的 所以感觉起来 我觉得这是消费者信心啦 有稍微回声一点点 但就多啦 一点点对 而且这个负的老实说真的还蛮大的 对 我觉得应该是通膨加剧的 大家不敢去消费 他有提到说通膨跟物价 其实都会拖累家庭支出 就是买东西变贵了嘛 那我们的信心就会不足 进而如果大家消费减少了的话 整体的经济可能也同样是会受到影响的 没错 另外通膨呢 英国也很有感 超有感 我觉得英国真的是超有感 他们的通膨真的是还蛮重的耶 9% 而且今年的时候 他预计有可能会到达10% 对 我觉得这个是包括像是一些 平常要买的日用品啊 能源啊都受的影响 确实是蛮惨的 特别是英国 我觉得这个大家也很难想象 台湾的护理人员薪资不算太低吧 但英国的护理人员 他们说薪资不是很高 所以呢 英国的护理人员更难附和 在面对这个能源 或者是这个适用品上涨的部分 房租啊油啊贷款啊都要钱啦 他们甚至启动食物银行来帮助他们 我觉得好像也太夸张了 所以这个医护人员 应该讲说护理人员都要靠食物银行 那你看看护理人员以下的这些阶层的 那不就更惨了 对啊我有去看了一下 他说其实呢 这边提到说 他们的年薪是2.5万磅 换算一下大概是91万台币 台湾的护理人员我有去找一下 111人力银行说啊 台湾的专科护理师大学毕业的平均薪资 一个月是3万5啦 马接说嘛 马接如果他要找一个一般病房的护理师 是大学毕业的话 薪水是4万4千6 换算一下如果是4万的话 大概是50万左右 但是因为英国的这个物价比较高 所以相较之下确实是不够 对 对因为如果只多我们40万 他的物价多我们很多 很多啊 显然真的是蛮难的啦 对这个真的太难了 那他们也示警哦 这个疫情台湾担心的是说 因为这个高风险啊 或者是太累啊 很多医护没有办法继续做下去 英国要担心的是因为钱太少 没有办法做下去 他说包括住产室的人数也下跌 人短缺的话 他们医疗就会遇上问题 这真的是太惨了啦 而且现在的话又是疫情期间 对 你看你如果医疗 或者是你的医护人员住产室 那人手都短缺了 那其实又更危险了耶 就是蛮难的 那他们的通膨到底多严重 可以来告诉大家 除了是40年新高 刚刚项目姐有提到了 4月的通膨达到9% 是1982年来的新高 通膨都发现在哪些地方呢 包括天然气的价格 电费燃料的价格 都是往上走的 天然气的价格上涨了95.5% 所以啊 有很多的欧洲国家 他们现在都不太敢开暖气了 还好现在已经要变热了 夏天要来了 不然的话真的 那个真的没办法承受得起 而且啊之前的时候 我看YouTube的时候啊 因为英国老实说也是 中国大陆很多人移民到了英国 是 然后呢 他们现在的话呢 就陆陆续续战争开打 以后他们看到我们要投不对劲 就纷纷就撤不到大陆 对 因为他说呢 在那个地方 你原本的时候是希望过上很好的日子 对 那很好的日子 你必须 你要赚钱嘛 对 他们在那边当然一定有他们的事业 或是你去那边念书 对 但是后来发现到也不对 越来越不对 越来越不对 因为你光开那个柴暖 你就已经开不起 就是你开那个工廊 对 那没有办法 所以的话呢 后来发现到物价也跪成这样子 而且本来以为那是一个短期的 后来发现这是一个长期的 他们就决定要撤回去中国大陆 而且这边看到的天然气啊 电费啊燃料啊 大家感觉好像就只是平常会用得到 顶多就是我可能 瓦斯对来不要开多一点 但其实并不是哦 因为原物料上涨 整体都涨了 包括说食品运输金属啊 这些涨价在工厂就涨了 到中端也涨 所以通膨就越电越高的感觉 越电越高真的 所以英国政府啊 他就决定要向低收入户 给他们拿一次性 发2.4万台币的生活费 而且他们的低收入户 目前的时候统计是800万人 这其实2.4万 就一次我给你2.4万台币哦 是台币 但不知道够不够啊 2.4万会不会不节省的话 其实 到底可以用几个月啊 对一下子好像就就就就就没了 对不对 然后还有再来就是家庭能源的账单啊 他可以帮你补助double 譬如说以前的时候我补助你7400 他现在补助你1万5台币 我现在都把它通通把它换成了台币 然后到了今年秋季的时候啊 英国他还要向呢 领冬季燃料费的一些退休人员的家庭 他也给他补助 他而且是一次性的 他就额外再贴给你1万1台币的补助 就是希望说透过补助的方式 帮助大家度过这个艰困的时候 对 就不知道价格涨上去会不会再缩回来 感觉很难啦 我觉得很难 而且他们本来说是希望靠那个升息 压低一点 但是还来不及 他就觉得政府决定 我先补助你好了 因为可能等不到升息 有些人可能就就就撑不下去了 所以他们有个城市已经撑不下去了 他们南岸的一个城市啊 叫做义本 他就说他们要进入紧急状态 这个真的没办法啦 因为实在是通膨实在是太高了 当地的通膨率已经受影响的地区之一 而且也进入了生活成本紧急的状态 要求政府要说帮忙一下 最严重的家庭你帮忙救济一下 否则真的很惨 我看到这边是反对党的议员出来说啦 他们是认为说 现在的执政党没有处理好 所以造成他们的生活成本上升 才会让当地变成重灾区 而其实我有去查了一下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欧洲天气没有这么好 特别是英国 对 所以南岸呢 基本上是很多人去度假的地方 这个地方也是 对 像是很多人会去的Brighton 在他旁边一点点而已 对 所以基本上就是很多人会去度假的地方 或者是就是那边的感觉 生活步调比较慢 没想到先进入了紧急状态 对 没错 你知道吗 英国啊 他因为这一次就是所有的东西通通都 而且他长得不是一趴两趴 像刚刚的时候你看到能源就长了95% 所以他就想说啊 有四分之一的人他就选择不吃饭 所谓的不吃饭应该就少吃一点 然后在三分之五的话呢 他们把暖气都给关掉了 节省能源的支出 有二分之一的人呢 他们决定减少了社交活动 然后呢有五分之二的人呢 他们就决定了 他们把一些食物啊的采购量啊 少了一层 或者是我去更便宜的超市里面去采购 所以夏文姐挡到都是节流啦 怎么个节流法呢 就来告诉大家 现在居然 我觉得这跟台湾蛮像的 台湾要是哪一天有一个人 这个住在阳台啊 就会爆红上新闻 他这个是在露营车 这很酷耶 而且那露营车我看起来蛮好的 对 但露营车 这里的月租说七百九英镑 大概是两万九台币 很多的台湾人想说两万九 台北能够住很好了 对 但我要告诉你 这个真的很便宜 怎么说呢 因为我要讲一下十年前 对 十年前 你那时候在英国念书 对 你知道伦敦 伦敦他们的这个房租 不是收一个月的 是收一个礼拜的 对 他们是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算的 所以他一个礼拜 伦敦我们那时候住二区 大概是三百或是四百磅 一个礼拜 所以化研制一个月大概一千二八 他一个月才七百九 而且十年后加上这个风筒 什么的 是蛮便宜的 那这样算便宜了 另外平均租金的部分 这边告诉你说 其实英国是五百二十四 这都是月 那伦敦是七百九十四 我觉得这个有点低估了 我个人都觉得 应该会更高才可以 对 因为他说铜区是两千 大概两千英镑左右 而我有去查这个地点 巴内特它其实是在三区 三区是什么概念 就是台湾的捷运 大家我们是用站跟站的票价来分的 英国是用一区二区三区 最多到六区 像大家熟悉的 Hithrow就是机场 是在六区 而这个地方在三区 而我刚刚讲到 一个月三四 两三百磅是在二区 都不是市中心 市中心只会更贵 天哪 对 因为市中心 一区的范围蛮大的 住在一区只会更贵 所以在三区这样的价格 他们觉得便宜 我想应该算是还OK 我觉得如果依照你这样讲 2.9万台币应该是算便宜 对 不过他有提到说 他觉得他另外一个好处 就是他有个花园 所以你希望工作 比较惬意的人可以 另外就是单身的人可以 对 恐怕这样子的小房间 也是没有办法住太多人 对 有双人床 我觉得两个已经差不多了 小家庭不生孩子的话可能可以 没错 所以可以给大家做参考了 也许像今天台湾也会公布 消费者的CPI 台湾可能也是朝通膨的路迈进了 所以也可以看看国外的经验 来看看台湾 台湾面临通膨的时候 该怎么因应 或者台湾的物价到底涨到什么程度呢 以上就是本周的欧洲观察 谢谢您的收看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